要三個送你一個了 匹首畫交努力向議員參選人助理 力推陳族看板 橘色上衣男子看似無異常 很難想像和在電話上聯繫的怪咖 是同一個人 手撐在一旁眼神迷樣的注視著鏡頭 議員參選人向陳族選舉看板 打電話聯絡相關資訊 收到的卻是一連串的詭異照片 有對著鏡頭名嘴裝褲 熟練的平視羊腳自拍 還有在艷陽下的運動照 甚至是沒穿褲子的照片 本來覺得對方只是傳錯 但是卻越傳越誇張 很噁心跟很不舒服 不管是傳照片還是影片 我覺得我沒有必要受到這樣子的狀況 不止奪命連環扣 跟吳玉瑾連傳20部不啞影片 問大哥是不是發錯了 不止沒收回反而越傳越多 跟他們分享 就按了就一次又傳十幾個 就傳出去 傳錯的話那他其實可以收回 而且就是他也就是 有多次的傳送行為 所以這樣也是有可能被認定 是故意性騷擾或是散播我一些物品 現年58歲入行已經40年 除了台北新北有看板廣告生意 平時主要做裝潢工程 在民間社群團體相當活躍 只是參選人拼曝光 卻被無理騷擾 就怕不是唯一受害者 記者林新縣陳姬安 陳文越台北採訪報導